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仍然是处在持续之中 明镜追击透过中国大陆媒体人的帮助 是辗转联系到了北京的一位红三代 请他来介绍一下他所看到的 北京市民对于李克强先生离世 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当然他也是很简短的谈了谈 他作为红三代怎么看 现在方间舆论场上所流传的 对于李克强先生突然离世 所引发的忧虑甚至是质疑 11月2日上午的北京街头 有一位追忆李克强先生的穿黑衣的女子 被台湾媒体发现并涉入公布 她被几位男子压着 而且口被捂住 这几位男子普遍被认为是当地的警察 明镜追击也是尝试联系了北京市公安局 石井山区分局相关的工作人员 看能不能问到一些说法 因为这一个小小的片段 现在可以说是他让方间舆论场上的不满的声音 包括前面提到的质疑的声音 其实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放大 首先就来看一看围绕着李克强先生的火化 北京市民是怎么想的 或者换一个说法 北京市民是怎么样来骂的 当然北京是一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城市 目前恐怕谁也拿不到大数据来看 说北京市民有多少人对于李克强先生的突然离世 是有顾虑的 哪些人呢 又觉得中间是有疑点的看不到这样的数据 所以从逻辑上来讲 这是典型的不完全的概括 它并不安全 因为它不可能说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又不得不说 社交平台上 不管是中国大陆的 还是说中国以外的 快速流传的 11月2日当天的一些视频的片段 其实是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名声和名义 民警追击的节目中 我是没有使用过粗口脏话的 所援引的一些材料 如果说有脏话 有粗口 一般来说也是掐掉 今天是一个例外 主要是说想体现其中的原生态 我没事我就拍一拍 行了 都不让为他送行 我拍拍照 怕什么的 没事 后边没车撞死我都没事 妈的没干的见不得人的事 他妈的不让老百姓纪念 不让老百姓送行 什么他妈玩意儿啊 以下这一则视频就长一点 显示的也是一个北京市民 或者说北京居民的经历 301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比业 复兴路 地铁站 五颗松地铁站 手掌的车 这是参加一体告别的 运动已恢复 留个纪念 送总理 你没纪念 我有纪念 你小 我是那年代经历过的 明白吗 你还不让拍照 就送最后这么一段 你们懂吗 不是懂吗 恩来的时候我们就送周总理 李总理我们送一场怎么了 是啊 你接着我 接着我不让我过去 然后我在这 我留个纪念 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谁给你的令啊 我问你谁给你的令啊 本来老百姓就有想法 你还逼着老百姓在这 是不是您说 你没想法 你年轻 知道吧 你有激情 我们这个年代活过来的 我们活得淡然坦然了 都明白了 谁得跟我这 因为我这 还别拍了 就是警察 就是空间 污染 天气不好 送总理 我拍这有什么呀 你还不让我拍了 连他们这点 自由都没了 你说 我能没意见吗 冲击小伙子 我就有意见 你看 你看弄我这 没拍照 是不是小伙子 你非得把我 他妈气 气着个好胆来 是不是 本来我身体就不好 不愿意跟你们 他妈生意 运动已战停 我们大家送总理 送总理说 不这样 就让我们上大街了 知道吧 像他弄的这样 我们就不说什么了 还跟我这 还还不让拍 不让我拍 我侵犯你隐私了吗 小伙子 运动已恢复 本来就一肚子想法 说说 别说了 就知道就不要 咱回家说 咱回家说 哪天路上碰面 咱聊天 今儿不聊 是不是 小伙子不懂事 太年轻 你们出事闹事 都是你们这帮年轻的闹 什么玩意儿 非得让我生一肚子气 这什么可生气 不是我就留个纪念 我在这儿读说 为什么呀 运动已恢复 是吧 就是李总理活化 我也跟人说 我没按时到 知道吧 本来老同志约的 我这到不了 我理解 我什么也没言 你知道我特理解 运动已战停 受他们党教育 一辈子了 五十多年了 我不懂这个 运动已恢复 运动已战停 第二点就快速的提一提 一位红三代 民进追击是通过大陆 媒体人的帮助 非常辗转 找到了这一位红三代 确实是比较的红 但是因为事情敏感 是不可能公布 他的个人信息的 因为不熟悉 说的是很简单 就是说 现在北京市民 在骂在网络上 在骂在视频中 在音频中 在骂 有些话说的还很难听 包括这个过程之中 那北京人是有想法 是有质疑的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那他们看来 就是他这位红三代看来 觉得这个非常的正常 因为大家 北京市民就是这么想的 民意不可为 所以这些视频 要删要封 他也不可能说 完全删得干干净净 封得结结实实 包括他这个层次 或者说层面的人 也觉得李克强的离世 如果说根据中国官方 所披露的这些信息来看 那很多细节 似乎是有联想的空间 当然这一位红三代 所谓的红三代 他也没有具体来展开了 此外还有一位 副部级的官员 民进追击 也是在媒体人的帮助下 联系到的 这位副部级的官员 说的是更简单了 关于李克强先生的离世 他没有更多可以说的 事情的版本很多 他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当然这个事情 是在十月底 他的一番说法 后面这几天再问的时候 他也没有回复 第三点 那究竟又是哪些想法 哪些顾虑 甚至是哪些质疑呢 这里就要提到 新华社退休的资深记者 顾万民先生 在十月三十 透过社交平台 所发出的公开信 或者是呼吁信了 他建议 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 要即刻暂停 对李克强先生的遗体火化 因为十月三十日 他已经知道 十一月二日 要对李克强先生进行火化 顾万民先生 当时是强调 他是作为中共党员 根据党章 中共党章规定的义务权利 所以他觉得他有责任 向党中央国务院 如实反映 当前在李克强同志 事实上的问题 社会动态 他提及 广大党员 人民群众 在李克强同志 突然事实后 有关方面 没有向大家说明 其死因抢救过程 只说了因心脏病 所以他觉得 其中有很多疑点 不可理解 产生了很多 很大的意见 在社会上 议论纷纷 造成很大的舆论影响 顾万民先生 在十月三十日的公开信中 就特别介绍 要立即停止 李克强同志 遗体火候安排 把他的遗体保留下来 然后立即成立 党中央国务院 联合调查处 查清死亡真相 给广大党员 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具体要查些什么呢 在这里就快速地 再分享一下 他说 联合调查组 要围绕李克强同志 突然死亡事件 做认真 慎密的调查 把曾经接待 接触 贴近 李克强同志的警卫 保健一 救护人员 厨师 宾馆领导与服务员 司机 市接待处 干部等 全部集中 控制起来 逐一谈话 调查 现场 勘查 从现场痕迹 发现问题 疑点 了解 是否泄露 李克强同志 活动安排 抢救方案 是否有效 使用医疗设备 药品 是否合理 有没有 故意使用 不当药品 救治方案 有没有 独职行为 等 其实就像 顾万民先生 在公开信中 所强调的 他是代表 广大党员 和人民群众 来发声 他能代表多少 那当然也需要 大数据的支持 但是也能够看到 像他这样资深的 中国体制内的 中共党员的 媒体人 或者说体制内的人士 其实也是有 这样那样的 看法 顾虑 甚至是质疑的 11月3日 我就注意到 顾万民先生 他的社交平台的 一个账号 又给他 封闭掉了 从新冠疫情 新冠疫控以来 他的社交平台上的 写文章的账号 是封了两回 还是封了三回 我也是 既不真切了 当然 灌民先生 现在 总体的情况 和过去是一样 人生自由 目前来看是 没有问题 给他点赞 也给顾先生 一个大大的祝福 只能说这么多了 第四点 在学界 知识界的这个层面 我是联系了两位 一位是大学的教授 博导 另外一位是已经退休的副教授 那么这两位学者就表示 11月2日 11月3日 他们就分别表示 仍然对这个事情 他们的细节 在他们这个层次 也搞不清楚 包括他们有很多群组 讨论来讨论去 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 大家也是觉得中间有疑点 这两位学者 那很明显 我的接触 就是他们是典型的支持改革 开放的学者 就表示 人在座 天在看 援引李克强先生的话了 同时还有 坚信 长江黄河水 不会倒流 中国的改革开放 一定会往前推进 同时也有人生的感慨 就是世事无常 今天没有人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有这种沧桑感在中间 所以可以看到 中国的学界之中 有大量的改开派 因为他们直接受益于 中国的改革开放 包括从年龄来看 目前退休的 这个60多岁 70多岁的官员之中 那改革开放派 其实也是人数非常的庞大 因为这样的群体 普遍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然后又走过了改革开放 这两个时期 他们是有切身的经历 有切实的思考 其中很多人 因为他们最后 能够学有所成 或者是在仕途上 有一些作为 那都是真真切切的 也得到了实惠 这些人也普遍 是把李克强先生 视作市场经济 信用经济 法治经济的代言 把李克强先生 视作改革开放的情奇者 因为这一部分的群体 他的学历 能力 阅历 都是比较高的一个层次 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 关系的不和睦 或者说不对付 或者说有些策略上的不同 那这样的群体 其实思考是最深入的 李克强先生突然离世 那某种程度上 让他们有顾虑 有忧虑 其实有必然性 最后再快速地看一看 熟悉李克强的人 对他的追忆和怀念 这一首晚联 是来自北京大学 七七八级的部分校友 目前流传的是比较的多 上年 亦燕缘时光 新逢黄金岁月 砥砺奋发 同力修其制品 红胡志 下年 商今朝永别 西军长财未斩 一代梦断 唯一家国天下 不了情 有和李克强一起上过 中国的法学家 龚祥瑞先生 一年课 在大教室上过一年课的 一位校友 同学 就表示 虽然李克强已经离世了 但是李克强的英荣 校貌 仿佛是入学时的清纯 这位校友还特别感慨 非常怀念 八十年代的朗朗晴天 知识改变命运 让我们这一代人 让他们这一代人 懂得常识和规矩 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同时呢 这位校友也特别就赞赏 李克强十分低调 智商超群 但是居然没有留下一本 治国理政的专注 这个只能说他是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典范 治国理政 那指的是谁 其实也是很明确了 民进追击是联系了多位 李克强先生的同学 校友和顾旧 但是呢 绝大多数是没有做任何的回复 有一些呢 是简单的回复 最后呢 没有办法继续来跟进采访 胡平先生 作为李克强先生的校友 是比较多的 接受了民进追击的专访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回头来看一看 胡平先生也表示 那么因为中国官方信息披露 并不透明 所以人们 那包括李克强的这些熟悉他的人 有疑问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说的是持续追忆怀念 李克强的相关的人群 接下来再看一看 11月2日上午在北京 所发生的一个突发的事件 甚至可以说 现在舆论场上普遍认为是一个极端的情况 而这个场景刚好是被台湾的媒体捕捉了一个正着 然后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 一下子在包括台湾 华语世界迅速的传播开来 据信是在北京的上庄东街 然后当李克强的灵车经过的时候 有一名女子被两名便衣 刚开始是两名便衣 后来人数又增加了 被他们捂住嘴 强行带离了现场 透过台湾媒体的视频来看 这个女子是想发出声音 便衣捂住她的嘴 当然就是不让她发声 细节可以看到 大概在16秒钟左右 女子右边这个光头的男子 用右手按住她的嘴 女性想去挣扎 一度还是往下降低重心 想摆脱 那么紧接着 后面又来了一个便衣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至少有两只手 在兜住她的嘴巴 这位女性看上去是很痛苦 上庄东街是属于北京的石井山区 所以民进追击又联系了北京市公安局 石井山区的分局 电话是转了大概四个部门 最后有一个部门给出了一个说法 你先等一等再打过来 接下去再等一等再打过来 第三次的时候 一位工作人员就终于比较明确的答复了 当然是比较的客气 这个客观来说 那么你得找北京市公安局对外宣传的主管部门 石井山分局是没有权利来应对媒体 不管是中国国内的还是境外的媒体的访问 那我最后也没有找到北京市的相关部门 进一步的情况了解是中断了 或者说不了了之了吧 直白一点 但是这几个人 尤其是这个光头男子 特点非常的突出 那按照各家自扫门前雪 分片管辖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现在的看法呢 就是说他是 或者说他应该是来自北京市公安局 石井山分局 看是哪一个具体的部门了 民进追击也是联系了两位律师 想请教他们 中国大陆的法律条文理 有没有允许姑且说这个便衣是警察 有没有说允许警察能够用无嘴的方式 把相关的当事人带离现场 那一位律师就是说呢 苦笑 他不知道有这样的条款 但是法律是没有办法去责备权利 没有办法去对权利做更多的要求 这是他表达的大概的意思了 另外一位律师就提到 那中国的公安机关是有一些紧急状态的处置权 比如说有交通的管制权 但是交通的管制权呢 他是需要上级公安机关 以及同级人民政府的批准的 那这些现场的人员 有没有相关的批准 外面并不知道 另外一点就是所谓的戒严执行权 他认为如果说为了应对李克强先生的离世 灵车的经过 搞所谓的戒严 这个是没有可能性 所以就是要看 是不是有一个交通管制在中间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公安 姑且认为是公安 然后穿便衣的情况下 有没有亮出证明呢 就算亮出了证明 在光天化日之下 用这样的形式把一位看上去 其实没有太多反抗能力的一位女性 用五鼻五嘴的方式 给强行带离现场 他认为 不管是从法律的必要手段这个层面来看 还是说从旁观者所引发的义愤的层面 这样操作副作用都是非常的大 这段视频事实上是由台湾媒体 比较早的捕捉到 同时也在台湾进行了播发 在台湾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明镜最近联系到了台湾一家智库的人士 来请他们谈谈看法 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影片 我是觉得很震惊的 因为他也没说什么 然后他也是站在这边可能 对于鲁克成的迷事表达 他的感念就对了 我举之前前一阵子 我们的前总统 李登辉博士 那我是有去他的灵堂调念 然后献花的 那么其实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也有 因为毕竟灵堂它是一个严肃的场合 但是我们会拿旁边的就是电条 然后写上我们对于台湾民警进程 台湾未来展望 还有帮就是李登辉总统这边 他注写上去 那这些部分都不会遭到任何的警察警方 或是一些计划单位的打执 那在灵堂的外边 比如说在马路上是能不能做一个围观 假设可以 可以 有没有人喊口号呢 其实他也是 其实你说喊口号 他因为当初他是调虐的场所 其实台湾人民会自发性的 就是安安静静的去做完这件事情 但有没有人喊口号 我是看到有外面有人拉横幅 然后拿那个固条是说台湾加油 然后放些李登辉之前所讲的话 那拉横幅的人会不会被警方阻止呢 不会不会 假如今天我们有一个叫做集会游行法 那集会游行法的部分就是 超过一定的数的集会 他可能需要先报备 但是假如是民众自发性 这是可能因为单一事件群聚在一起 因为现在我们不是疫情期间 所以其实我们自发性聚集在一起 这个部分是没有任何的法律元素的 好的 那么您刚才讲到了 就是台湾人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有一些声音 对李克强先生 他是不是心脏病离世 或者说在抢救过程中 是不是有些疏忽啊 疏漏啊 甚至是事故 中国大陆应该说讨论比较多 那台湾人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讨论呢 其实像我们这边了解到的话 相信中国是不是只要是国家级的 所谓的重要的政治人物 像我讲实际笔号人像 是现在的接任的总理李强 对不对 他们是不是其实周围都会有专业的医疗团队 那其实在医疗团队过程当中 发现到我们所照顾的对象 身体一有不适 是不是马上就会 采取第一时间的所谓的救助 那以目前以医疗来讲的话 若是心脏病突发 心脏病突发 它有一个红金的救援时间 在红金救援时间 马上失以CDR 那它其实是有大概八到九成 可以挽救回来的空间 那我给你取一个例好了 像我们之前其实台湾曾经 炒过一件事情 叫做救护车 就是移动 救护车就是移动棺材的 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之前 台湾早期对于救护车的设备 它要求没有那么高 所以像发生心脏病 或是发生所谓的急性出血 你没有在救护车上面 做一定程度的救治 或者当下民众没有马上的救治 那其实它悼念的死亡率 是非常高的 但假如今天我们一发现 它有问题 我们马上失与CDR 甚至使用所谓的AED 这是所谓的我们的电子 它马上就可以 让它恢复那个呼吸心跳 马上继续CDR 送到医院 那它救回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相信 以中国目前又经历过疫情 SARS也好 COVID-19也好 对于医疗的要求 应该对于正国级的人 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说死于心上病 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去掺激一下 因为这个理由对于中国来讲 它可能对于中国的医疗体制 或是医疗系统 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个任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北京时间11月2日下午3点钟左右 中国的央媒新华社透过官网放出了消息 指李克强同志遗体在京 火化 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50分钟之后 在北京时间11月2日下午3点50分左右 中国的另外一家央媒央视 透过官方网站就发出了消息 以及相关的现场视频 时间是5分26秒钟 比2019年李鹏离世的时候 当时央视刊出的报道是5分12秒 还要长出了14秒钟左右 总的来看 中共对于李克强 丧事后事的处理 基本上是遵循李鹏后事处理的规格的 民进追击在11月1日的节目中也是提到了 习近平和中共的最高层去现场为李克强送别 是大概率的事情 当然了 在这个过程之中还是有一些不同和李鹏相比较 特别的在李克强遗体火化的当天 北京有一些做法确实显得很谨慎 甚至是很警惕 此外 新华市退休的老记者顾万明先生 所呼吁的火化炉下刘克强 希望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 能够充分的回应社会各界 或者说社会某些方面人士 对于李克强的突然离世 所持有的疑虑和困惑 这个呼吁也成功 李克强先生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 已经化作了一堆灰烬 已经鸟鸟的清烟了 首先就来快速的看看中国央媒的报道 择其要点来分享一下 11月2日下午3点钟左右 新华社在官方网站发出的报道 就提及第一自然断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的遗体 二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报道或者说消息的第二自然断 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2023年10月27日临时时分在上海逝世 享年68岁 第三自然断 李克强同志 抢救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 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李克强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 深切慰问 第四自然断 是对现场场景的描述 提到 二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 礼堂 庄严 树木 哀悦 低回 等等 包括李克强同志的遗体 安卧在鲜花脆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共产党党旗 第五自然断 是一个重点 就把它全文分享 上午九十许 习近平和富人彭丽媛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等 在哀悦声中 缓步来到李克强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默哀 向李克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 并与李克强同志亲属 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胡锦涛送花圈 对李克强同志逝世 表示哀悼 第六自然断 党 中共了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 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 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 李克强同志生前好友 和家乡代表 也前往送别 随着李克强遗体的火化 以及中共的最高层 去八宝山 进行送别 所以再结合 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这张表格来看 它体现的是最后一块内容 送别流程 其实李克强和李鹏也是基本相同的 所以中共对于李克强的后世 他的推进的顺序 操办的规格 基本上是按照李鹏这个大的方向 确实是如此 在昨天的节目中 把火化时间 李鹏7月29日 这个地方打成了10月29日 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向朋友们致歉 如果以李克强和李鹏逝世的时间 为原点 记住零的话 那么所有的流程 现在来看 李克强是比李鹏早了一天 主要的原因 应该是说李克强 他离开的时间是10月27日凌晨0点过时分 所以整个27日是空出了一天 李鹏他离世的时候 是2019年7月22日的夜间 23点11分 11点11分 等于一天就已经完结了 新华社关于李克强同志遗体 在京火化 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是6个自然段 2019年7月29日 新华社推出的李鹏 在京遗体火化的这个消息 也是6个自然段 紧接着在11月2日的下午3点钟 过一点点 新华社又分别发出了李克强同志生平 以及李克强同志生平照片 这样的步骤 在李鹏离世的时候 新华社也是这样来操作的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是值得一提 就是根据11月2日去到现场 追到李克强的人所发出来的照片 有一个信封 上面很明显就印着 李克强同志志三办公室 这样的字样 那么结合2019年7月份 当时香港媒体也是报道中特别提及 有一个李鹏同志志三办公室 结合这样的一些细节来看 海外有一些所谓的分析人士所提到的 就是李克强很有可能被矮化处理 或者说已经被矮化处理 这个说法呢 那当然是有待商榷 其实关于李克强的事情 他最核心的不是说整个流程怎么处理 而是说他的死因 本会也会再提到 接下去就结合新华社的文字稿 以及央视的电视画面来看 两位前李总理有哪一些不同 这些不同可能释放的信号 是些什么 第一个不同 那就是因为李克强他离世很突然 中国央媒过去已经提及 包括11月2日 在他的火化消息中又一次强调 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是在上海逝世 享年68岁 然后也提及 李克强同志抢救期间和逝世后 哪一些人等等 去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这个前面 因为李克强离开的时候 已经是91岁了 某种程度上 就是中国民间所说的老死了 所以当时新华社的报道 就是说李克强同志因病于 什么时间在北京逝世 然后李克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哪一些人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透过这样的报道的方式 其实能够看到中共 或者说中共的最高层 对于李克强的突然的离开 会引发舆论场的震荡 它是有一定的准备 当然了 因为李克强的突然离世 他所引发的冲击波 是极客的 是重大的 是广泛的 不可能说中共 就是因为加了这几行话 就让坊间的这种震撼感 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没有这个可能性 第二个不同 现在看也是比较的显著 中共包括习近平 李强等等一杆高层 去八宝山革命公墓 所谓的革命公墓 给李克强送别的时间 是九十曲上午九点多 其实在社交平台上 在八点二十多分左右 北京的一条道路 玉泉路上就有居民表示 看到了灵车 所以整个行径的时间 就是八点多就开始了 而李鹏被中共的最高层 包括习近平 当时也是李克强等等 一行去送别的时间 是在九点三十分左右 所以这一次就早了三十分钟 现在从时间这个角度来看 还有一系列的早 您可以看看屏幕上打出来的 以新华社的报道时间来看 火化和送别消息的刊出 李克强是下午三点钟 李鹏看出的时间是六点过五分 等于李克强是早了三个多小时 李克强同志升平 看出的时间是下午三十过一分 李鹏升平看出的时间是 晚上七十五十三分 那李克强又早了四个多小时 李克强同志升平照片 看出的时间下午三十十一分 李鹏他升平照片 看出的时间 已经是到了晚上的九点多钟 比对是能够看到 明显的区别的 结论是什么呢 当然有必要强调 这个结论是建立在 只是把李克强和李鹏 两位前总理 最后一天中国官方的处理方式 来进行比对 那么结论就是在李克强的最后一天 火化送别以及升平 升平照片等等的处理上 中共是明显的加速了 第三个不同 结合央视所发出的现场的视频 那能够看到细节上 彭丽媛是和习近平去到了现场 在2019年的7月底 李鹏的送别仪式上 彭丽媛是没有出现 透过央视的视频可以看到 陈宏和习近平只有非常短暂的 目光的接触 紧接着陈宏就把头踢下去 没有直视习近平 握手的时间也是比较的短 而在2019年7月29日 送别的现场 习近平和李鹏的夫人 一双朱灵女士 那握手的时间就很久了 视频也可以看到 习近平和陈宏握手完毕之后 紧接着就去握 李克强的家人的手 理论上就是李克强的女儿了 但是央视的画面一切 就切到了李强 李克强的女儿 那究竟有没有在现场呢 根据11月2日 去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给李克强送别的网友 所发布的照片 网友而且提起 画面右边的这一位女子 就是李克强和陈宏女士的女儿 那么央视这样 把她切走 不让她出镜的原因 现在一般的理解 就是区别于 李强的儿子 李小鹏 那其实11月2日 现场的照片能够看到她 也区别于李鹏的女儿 李小玲 这两位都是公众人物了 名气都比较的大 那李克强的女儿 不是公众人物 所以就没有让她出现在 央视的语言尽头之中 现在是一般的看法 这样的同与不同 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这里面具体的滋味 当然是当事人 李克强的家人 最清楚同与不同 意味着什么 顺便提提蔡奇 蔡奇在和陈宏女士握手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浅笑 那有些人说看不出来 有些人说确实 而且笑的有一些脚狭 就目前的特写来看 蔡奇似乎是有一个浅笑 当然也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说她的浅笑的存在 那显然就是表情管理出了问题 这对本来已经有了一个标签 中共党内目前最大的抬轿子的人 浅笑如果说坐实的话 那蔡奇又要背上不少骂名了 以上说的是送别现场了 接着来看看送别现场的场外 发生了什么 如果说最简单的一句话的概括 用美国媒体的报道来说 就是李克强遗体火化当天 北京如临大敌 怎么个如临大敌的方式呢 那就是根据社交平台上的一些视频 能够看到 当李克强一行这个灵车的车队 经过的时候 旁边的北京市民 有些人是大声喊 总理好 总理走好等等 那么能够看到 现场的警察穿便衣的人 那确实是比较的多 两三米或者说三五米就有一位 还有一些不明身份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警察 您别再往前走了 走走走走走 好好好 11月2日上午一站 李克强先生就已经不在了 当然了 如果换一种说法 李克强先生仍然在 只不过形式是一泡清灰 再加上几缕清烟 做一些小结吧 第一个小结 就是因为李克强的遗体并没有 当然理论上也不太可能 如清华社的老记者 67岁的退休记者顾万民先生 在10月30日所发出的公开信中 要求炉下留人 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成立专门的调查组 对李克强的死因来进行完整的详细的真实的调查 然后对外 发布出消息 从而消解大家的顾虑 疑惑 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惶恐 民进追击 我一直没有办法联系到顾万民先生 虽然此前确实和他打过交道 但是不知道他目前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在10月31日的节目中是提到了 透过中国大陆媒体人的帮助 那当时了解到的情况 顾万民先生是一切如旧 没有说特别的变化 就是说没有因为写这篇文章 他目前比如说失去自由 然后退休金会受到影响等等 那么截至10月31日 我是没有获得这些方面的消息 顾万民先生会失望吗 顾万民先生的看法 或者说呼吁 到底有没有一定的代表性呢 用顾万民先生自己的话来说 他是收集了广大党员人民群众 在李克强同志 突然事实问题上的疑点和要求 代表党员群众 向党中央国务院如实反映情况 提出要求 这是他的原文 那我个人是做了一些采访 包括上海社科界的一位教授博导 北京一位已经离休的副部级的官员 是托北京的媒体朋友辗转联系到的 还有一位是已经退休的副教授 是安徽人 那么这三位现在来看 那就是对于李克强先生 作为一位正国级 刚刚退下去 大概七个月左右的正国级的官员 这么的心脏病 然后抢救无效离世 那这三位体制内的人士 是持有保留态度 是持有疑惑态度 这是一个事实 考虑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江湖地位吧 那可以初步判定 即便是说在体制内 李克强先生的离世啊 所引发的震荡是一方面 所引发的困惑和疑虑 也确实是一个事实 顾万民先生所言非屈 小杰的第二点 就是围绕着李克强的突然离世 中国民间是出现了规模非常大的 自发的追忆和悼念的活动 仅在合肥红星路80号 李克强曾经年轻年少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保守的估计啊 30万人去现场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警救离红星路80号最近的地铁 它单日的增量就有2万人左右 那从27号算到31号 因为31号中国官方合肥官方是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 警救地铁 那就有10万人保底 此外还有公交 步行 然后搭低市等等各种方式去到现场的 所以30万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数据 当然了还有一些说法是达到了300多万 这个应该是比较夸大 这种异常火爆的情况的出现 其实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政治学者都在思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因为在他们看来 在这些学者眼中看来 李克强毫无疑问 是中共建政以来 或者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弱势的一位总理 但是民间这种澎湃的情绪啊 超过他们的想象 这中间有所谓的爱戴说 包括海外有一些大V也是强调爱戴 就是普通的中国市民居民村民等等啊 对李克强这样的一位政治家 是有一个油然而生的静默爱戴的情绪 其实爱戴从语法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包义词 他有一个向上的感觉 而不是一个平视的感觉 中国在历史上有所谓的父母观 亲观的情节 中共建政以来 在中共所打造的政治 生态之中 又形成了所谓的总理情节 所以这个中间那是有爱戴存在的 但是就像一些政治观察人士所提出来的 其实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些有心人 就是对习近平的一些做法确实是有不满意 当然没有办法透过公开的形式表达 接着李克强的突然离世 所以他们是把情绪宣泄了出来 透过李克强故居也好 他的祖宅也罢 或者是说他曾经工作过 支持过的河南省郑州市的郑东新区 以及中国不少地方鲜花所搭配的小卡片上写的字 就可见名义是一般 应用追击 在过往的多期报道之中 是做了一些信息的观察和汇总 除了先生一路走好 然后再加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个也是中共的提法 再加上造福百姓的思路 这些小卡片客观来说寡淡无味 百姓老百姓 这是中国官员 县里面的官员都开口闭口经常说的一句话 其实在中国大陆 一个老百姓 一个群众 他是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的 区别于干部 区别于官员 区别于党员 群众和老百姓 很大程度上的就是居民 村民或者是纳税人 卡片中的第二部分 就是引用李克强的一些话 行大道名为本立天下 然后长江黄河水不会倒流 人在座天在看等等 那人们传达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改革开放 要继续推向前 在稍晚一点的时候 明镜追击就在小卡片里发现了这样的表达 高尚是高尚者的 慕志明 他的上半句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以及贴在比较显眼的地方的 两袖怀清风之旅杜巨浪 下面写的是怀念李克强总理 其实这两句话是来自1989年4月中旬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普初 是悼念胡耀邦同志晚世中的两句 那悼念胡耀邦 另外一个是悼念周恩来所引发的 分别是六四事件 以及所谓的四五运动 是中共这几十年以来 规模非常浩大的群众聚集 有心人 所谓的有心人了 做这样的表达 显然是希望调动更多的名义 引发更多的共鸣 但与此同时显然也会刺激到 中共最后的结果 中国官方是采取了比较明显的 线上线下追忆活动 给他强行降温 所以用所谓的爱戴论来形容 来概括这一次规模浩大的 对李克强先生的追忆和怀念 是失之于简单 民进人追击 其实是联系了多位李克强的同学 校友和顾旧 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很遗憾 除了李克强的校友 胡平先生 是接受了采访 而且谈的比较多 很支持明镜追击之外 别的几位呢 都目前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 可能事情比较敏感 也可能因为 频道的知名度 我本人的知名度 还非常的有限 最后就分享几首诗吧 这一首是李克强 在北京大学校友 七七级法律系的一位同学 对他的追悼 死去方知他是谁 生前言语身后悲 一句江河成谶语 百姓拿来论是非 百姓还是出现了 下去分享的一首 是程鸿女士的异作 叫做燕群 根据曾经在李克强手下 工作过 共识过的一位 人士的说法 程鸿女士 对于燕群 这首诗 是非常的喜欢 认为他揭示的 一个意义就是 牵肠挂肚的痛苦 这种痛苦就是 活着的人 眼睁睁的 看着要死的人 而要死的人 看着 活下去的人 燕群 你不必尽善尽美 你不必顶礼膜拜 穿过茫茫的沙漠 心怀忏悔 你只需放开体内那野性的温柔 爱其所爱 向我倾诉你的绝望 我也会诉说我的惆怅 此时地球依然在运行 此时太阳和晶莹的雨珠 正越过风景如画的大地 越过原野和丛林 越过山脉和河流 此时 高高飞翔于壁空中的燕群 又在匆匆地赶着回家的路程 无论你是何人 不管你有多么孤寂 世界展现于你的面前 给予你丰富的想象力 它像燕群那样向你呼唤 生生坚力感人 那叫声反反复复地提醒你 你是家中的一员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 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 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11月1日 在中国简报中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 有关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中国新经济沙皇面临效仿前任的挑战 路透社 中国新任副总理何立峰 正在成为习近平主席最强大的盟友之一 但据一些消息来源称 他尚未在金融市场和外交官界 获得与前任相同的地位 他有望成为中国最高级别的金融监管机构 中央金融委员会的负责人 该委员会的成立 是为了加强党对中国价值61万亿美元的金融业的控制 他还负责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紧缩和房地产行业低迷的问题 这两场危机威胁着中国的长期增长潜力 乔·拜登选择亚洲专家库尔特·坎贝尔为副国务卿 金融时报 乔·拜登总统准备提名库尔特·坎贝尔担任副国务卿 此举将使这位颇具影响力的白宫印太沙皇 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号外交官 据知情人士透露 白宫计划立即提名 曾在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任职的资深亚洲政策官员坎贝尔担任这一职务 随着稳定措施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企业利润恢复增长 南华早报 海通证券的数据显示 2020年三季度中国上市公司利润恢复增长 利润同比平均增长0.5% 在此之前 2020年第二季度股价下跌了9.4% 企业盈利的改善可能有助于提升中国股票的估值 目前中国股票的市盈率为13倍 低于15倍左右的10年平均水平 海通证券预计全年盈利增速可达5% 路透社称恒大已提出新债务计划 布隆伯格 据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恒大集团正在向境外债券持有人提出新的债务重组计划 该计划将涉及用债务换取该公司两家香港上市子公司 各约30%的股权 恒大法定代表人表示 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和恒大物业服务集团的股份 将用于未来的任何债务重组尝试 该开发商上个月表示 由于无法满足中国发行新债券的要求 将重新评估其离岸债务重组计划 令债权人感到震惊 中国刚刚起步的复苏摇摇欲坠 亚洲工厂受到挤压 路透社财新Market的一项调查显示 10月份亚洲工厂活动有所下降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从9月份的50.6降至49.5 日本和韩国的工厂活动也出现收缩 而越南和马来西亚则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 亚洲制造业的低迷正在威胁该地区的主要出口国和复苏前景 因为他们正在努力应对全球需求疲软和价格上涨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警告称 中国复苏乏力以及房地产危机长期存在的风险 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亚洲经济前景 当地媒体报道 特斯拉在中国致命撞车事故中的责任被清除 彭博社 中国一家法院裁定 特斯拉汽车对2022年导致两人死亡 三人受伤的事故没有过错 法院驳回了社交媒体影响者 关于事故是由Model Y故障引起的说法 法医调查机构证实 事故并非有转向或制动系统缺陷引起 该影响者已被勒令公开道歉 并向特斯拉支付生育损害赔偿金 这项裁决是在特斯拉最近赢得了美国首次陪审团审判后做出的 该审判涉及一起可能涉及使用自动驾驶仪的致命事故 据称 重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正在考虑美元债券招标 彭博社 据报道 重庆南安城建正在考虑发起美元债券邀约收购 优惠的细节尚不清楚 并且可能会发生变化 来自中国重庆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LGFV目前正在努力寻找明年到期的2美元债券的持有者 中国海警敦促日本船只停止在岛礁附近海域的非法火 路透社 中国海警呼吁日本船只停止在钓鱼岛又称尖阁列岛领海的一切非法活动 海警表示 三艘日本船只和数艘巡逻船非法进入领海 已依法采取必要管控措施 澳门赌场10月收入因中国黄金周繁荣而猛增 彭博社 受中国黄金周假期游客激增的推动 澳门10月份赌场收入增长至新冠疫情前水平的74% 游戏总收入增长400% 达到24亿美元 超出分析师预期 2023年东南亚互联网经济增长将放缓 路透社 根据谷歌 淡马西控股和贝恩公司的一份报告 东南亚互联网经济 预计到2023年将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 低于2022年的20% 该报告还将该地区2025年互联网经济的预估 从3300亿美元下调至2950亿美元 增长放缓归因于长期目标的改变和大流行后的稳定 越南数字经济预计将成为东南亚增长最快的国家 2023年至2025年年均增长20% 到2025年将达到450亿美元 数字经济相关行业的私人资金已下降至2017年的水平 但用于投资的现金储备仍在上升 北京雾霾笼罩华北部分地区 美国雅虎 据预报员称 北京和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雾霾天气将持续下去 它们将此归咎于冷气流微弱导致大气扩散不良 据中国气象局称 首都能见度不足500米 预计至周四 北京、天津、河北、极州边城市将出现中度至重度空气污染 并伴有短时严重天气 中国白酒制造商提价后 茅台股价上涨 金融时报 贵州茅台是中国最有价值的企业之一 也是领先的白酒生产商 六年来首次提高经销商价格后 其股价已上涨6% 该公司目前的市值超过2亿元人民币和2900亿美元 将其旗舰产品的价格提高了20%至1169元人民币 此举被视为中国陷入困境的股市的利好消息 中国股市受到糟糕的经济数据和中美关系恶化的打击 价格上涨可能会导致2024年利润增长显着增加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问韩国 路透社 据韩国外交部称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于11月8日至9日访问韩国 与朴槿惠外向讨论朝鲜和同盟问题 访问还将涵盖经济安全、工业技术合作 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 这是美国国务卿两年半以来的首次访问 正值盟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加强 以及对朝鲜与俄罗斯军事合作的担忧日益增加之际 万圣节狂欢者聚集在上海 一些人穿着被视为抗议中国政策的服装 路透社 在上海举行的万圣节庆祝活动中 一些参与者穿着嘲笑中国严格的COVID-19限制的服装 虽然大多数与会者没有盛装或穿着怪物和超级英雄等传统服装 但有些人因穿着蓝色和白色防护服而引起关注 去年 这种防护服因被当局用来执行COVID-19限制而在中国声名狼藉 其他服装包括对中国股市暴跌的描绘 以及一位以失业问题著称的著名作家的描绘 在中国对政府政策的公开批评很少见 但万圣节服装被视为罕见的言论自由展示 警察在场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集会 尽管一些穿着颠覆性服装的人被护送走了 中国公安部长在北方战事中访问缅甸 外交官 几天前三个武装团体对缅甸东北部与中国接壤的军政府阵地发动协同袭击 中国公安部部长王小红与缅甸军政府就在两国共同边境建立和平与稳定进行了会谈 新一轮的战斗对中国在缅甸的利益产生了严重影响 该利益的核心是建立一条连接云南省和孟加拉湾的运输走廊 在中缅经济走廊CMBC的框架下 北京规划了从中国到缅甸海岸的高速公路和铁路 以及若开帮脚漂的自由贸易区和深水岛 什么是亚太金河组织 亚太地区领导人前往旧金山 路透社 美国定于本月在旧金山主办第三十届亚太金河组织APEC峰会 此次峰会的亮点预计将是美国总统乔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双边会晤 APEC成立于1989年 是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论坛 包括21个成员经济体 占全球人口的38% GDP的62%和全球贸易的近一半 峰会预计将集中讨论 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有弹性和可持续的未来的主题 广州发放住房券有望刺激房地产需求 南华早报 广州成为全国首个推出住房券的一线城市 对城市更新中的流离失所居民进行补偿 此举预计将提振当地住房需求 缓解市政府支出压力 居民可以使用优惠券购买新房 并享受税收优惠 虽然预计对全国住房需求和价格的影响不大 但这一措施可能会刺激住房需求 并有助于重振当地房地产市场 中国其他城市也推出了优惠券计划 以刺激住房需求并减少未售出房屋的数量 他们推动了中国的崛起 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 纽约时报 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支柱的农民工 现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 因为就业机会变得稀缺 这些工人大约有三亿人 他们缺乏城市出生的人所享有的社会福利 而且工作保障也有限 他们是中国经济逼迷时期最脆弱的群体之一 尤其是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变得越来越难找的情况下 COVID-19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难 2020年将有近3000万农民工找不到工作 其中许多工人由于就业前景有限 和农业部门收入低而无法返回家乡 在中国 农民工缺乏安全网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因为他们往往无法依靠政府的支持 或家人的经济援助 这种情况让许多工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失落和不确定 对退休或改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希望 中国向所罗门群岛增派警力保障太平洋奥运会安保 ABC 中国将向所罗门群岛增派警察 未定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的太平洋运动会提供安保 此举引起了澳大利亚的担忧 澳大利亚已提出为此次活动提供额外的安保人员 一些人认为中国警察的部署是中国取代澳大利亚成为所罗门群岛主要安全伙伴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英伟达股价下跌因中国订单被取消 南华早报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由于美国政府新的限制措施 英伟达可能不得不取消价值高达50亿美元的先进芯片订单 导致英伟达股价下跌5%跌至5个月低点 这家人工智能巨头上周获悉 其计划于明年向中国主要科技公司交付的人工智能芯片订单 将受到美国商务部宣布的出口限制 英伟达的股价较8月份的历史高点下跌了近20% 拜登政府最近对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实施了出口限制 以阻止中国获取美国尖端技术 央行释放流动性信号 认为利率飙升只是暂时现象 美国雅虎 在周二短期借贷成本突然飙升后 中国人民银行PBOC周三通过七天七逆回购协议 从货币市场撤回了1090亿元人民币和149亿美元 此举表明 中国央行将此次激增视为暂时的干扰 尽管由于纳税和大量政府债券销售而导致融资条件急剧收紧 但撤资还是发生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高级中国策略师刑赵鹏表示 今天的净撤资符合月初的传统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一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ubrie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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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